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6月27号 我们今天来批一个网络八字 他的问题 各位好 请问这个八字盘有没有财运 什么时候能赚到钱 然后该离乡去发展吗 可以创业吗 还是稳稳荡荡打工就好 也可以顺便把这个八字 帮这个八字打分吗 一百分能给几分 八字是一个时间学 是看我们第一有没有走对方向 第二看我们几时的运程最好 然后看我们几时的运程最差 运程差的时候低调 运程好的时候 感感俱冲 这个就是八字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给你拿来打分的好吗 给你打一百分 你在家懒惰不做工 不求上进没有半个毛 明白吗 好不要在这个打分不打分这边去转来转去 不要问这个没有意义的东西 我们来批这个八字 他的主要的问题是可以创业吗 我们就来看看他这个八字呢 我们一看呢就知道今年呢是不可以创业了 完全不能创业 因为他的地资 银木 克 去土 剩下一个 成土 然后呢 天干 物土 生 心经 克以木 所以他今年是不可以创业的 完全不行 人际关系 不能用 又没有财运 人际关系又不好 而且呢 今年呢 这个运程很糟糕 所以今年 完全呢 是不可以去创业 如果你去创业的话 差不多九成呢 会亏死你 除非 一个方法 只有一个方法能够 你要创业 就是呢 你去 找一个合伙人 然后你有钱 你就把钱交给他 然后这个合伙人呢 必须是八字财运很旺的 这样 你还有机会可以做 如果是你自己要做的话呢 就肯定不行 好 那么今天这个八字 我就批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大家多多like subscribe and share 拜拜 拜拜 tarium